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彩田友善农业有限公司在金湾地区 鼓励农友从事友善耕作 这也让金湾地区的友善耕地突破了30甲地 而日前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 来到金山参加彩田友善农业发起的春耕活动 鼓励接下来要让友善的产业加值 地方创生带动七年返乡 为此杨汝们也规划出心中地方创生的蓝图 希望让金湾地区的友善美好滋味 看得到也吃得到 在金湾地区生耕的彩田友善农业 在执行长杨汝们与在地青年以及农友的努力之下 原本修耕土地复耕 甚至重视友善耕作 让金湾地区的友善耕地突破30甲地 日前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来到金山参加彩田友善农业发起的春耕活动 提到友善耕地面积扩大了 接下来要鼓励彩田友善农业 让产业加值 地方创生带动青年返乡 把这样的一个在地农业的生产 结合你的那个逾越的那个 怎么会这样 这样这是一个地方创生 这样的话其实也就让地方 活化起来 活化起来跟少年家的大 这这是要换的地方创生 所以如果郭老师 或是你这边跟我们这边有 完全的状况 我们可以来协助 而且你只要提出来 现在就可以去做 不用这样的 我们还是想想看说如果我们种植出来的水稻 只有变成就是稻米或之后做成白饭的时候 这样子的时候 它的产值其实是不高的 而且最在地的协助也不见得很高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跟三所学校去合作营养午餐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跟地方 现在不是政府一直在推地方创生的时候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回来的时候 那你要创造一个什么样子的产列 让金山在地这个地方之后可以永续之后去发展 今年是地方创生元年 对于偏向人口稀小地区相对是提案反转的机会 采田友善农业在地持续推动扩大友善土地面积的同时 也开始思考产业下一步 未来要在友善米产业上纳入更多在地的友善食材与文化 为产业再加值 从台北来到金山很近的一个距离的时候 但是他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体验完活动 他回去的时候 他到底要带什么样子的东西回去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像我们跟郭老师在讨论的时候 想说我们要不要做一个所谓的稻田的便当 就是我们用彩田的米 但是我们用其他金山在地的食材 把它组成一个稻田的一个便当 让大家可以体验完这个活动之后 就在稻田的旁边之后 水浸的旁边之后就可以开始吃这个饭 我们就可以开始介绍里面的食材 开始介绍跟金山相关的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说是不是透过从一级的产业 走到二级的加工 做成便当 走到我们所谓的观光导覽教育这一部分的时候 让在地更多的人可以去参与 执行长鸭鲁门表示 金山万里地区原本就有相当优美的山水景色 现在友善土地扩大 未来可以思考在友善土地的同时 加入观光潜能 以及其他优质的友善食材 让来到友善农地游玩体验的民众 还可以以菜田友善米作为基础 今晚在地友善食材作为辅助 打造友善的餐和料理 让今晚土地的友善美好滋味 看得到也吃得到 季节拉平函金山采访报道